Babu S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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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吃味幫 今天來維修一個工具,超音波刀 這個超音波刀是切割模型的塑膠件 或者是木頭雕刻都會用到的工具 可惜他突然罷工了 發現超音波的功能已經失去了 怎麼辦呢?我們來自己修理看看吧 首先我們在外殼上找到固定的螺絲孔 常常有時候這個螺絲孔會在膠墊底下找得到 我們拿出電動旗子 把固定螺絲拆下來 拆下來 拆下來就看到電路板啦 這個是電源開關 裡面的元件有電路板 端子 還有一堆線材 插頭的電就經過這個開關 來決定是否開啟或關閉 我們先把板子上的所有連接線都拆下來 拆下來之前先確認一下連接線是接在哪裡 到時候裝上去才不會搞錯 再把電路板上的固定螺絲拆下來 裡面有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元件 不用擔心其實很簡單 大部分的電路架構都是分幾個區塊 首先這個方形的是橋式整流 還有一顆很大的電容 這塊鋁板是散熱用的 裡面鎖著功率電晶體的元件 讓電路板在工作的時候產生的熱 可以有效的散熱 我們先看保險絲吧 保險絲正常的時候它是導通的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電錶來量測 但是電錶很大台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在這裡我們用另外一種工具 DT-71 LCR鑊子 把鑊子捏住之後 會發現鑊子螢幕上顯示0Ω 代表導通了 利用這個原理來量測保險絲 是好的還是壞的 它看起來是好的沒有斷掉 再來這個散熱銅片上面有一個溫度保險絲 這個溫度保險絲 在高於預期的溫度的時候 它就會斷開 讓電路停止工作 保護電路板不會繼續加熱 所以我們循著電線 找到溫度開關背後的接點 一樣我們也是用電阻擋 量測是否是0Ω 嗯 看起來是正常的 再來我們繼續往下找 因為這塊電路板的零件沒有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一顆一顆零件慢慢查 例如像電阻 如果電阻損壞 有時候會看到電阻上面變焦黑的 或者量測出來的電阻值 會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們把鑊子切換到DX檔 量測二極體的時候有正負極 順向的時候電壓大概是0.6V 反向的話就會是0V 喬式整流也是4顆二極體組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二極體的方式去做量測 看來這些元件好像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把散熱器片拆下來吧 拆下來之後發現電路板上面有4顆功率電晶體 其中3顆還有用絕緣的矽膠管 包覆著我們把它拿起來吧 確認一下功率電晶體的型號 上網找到對應的規格書 利用規格書上面的腳位做量測 或者你也可以去買一顆型號一樣的電晶體 透過正常的電晶體 鑊子上面有標示紅色正極跟藍色負極 一二角0.6V 一三角0.6V 二三角沒有數值 反過來再量一次 都沒有數值 我們再量板子上的電晶體看看是否一樣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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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電晶體的極性跟前幾顆好像是相反的 我們可以把鑊子的螢幕反過來 確認對應的關係 原本正常的電晶體量出來是0.6V 但是這一顆量出來是沒有顯示的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有可能是這一顆壞掉了 拿出恆溫烙鐵 因為電晶體有三隻腳 所以我們換了一隻刀型烙鐵頭 烙鐵很燙 記得用支架固定住喔 我們溫度設定在300度 我們先補上一些低溫焊錫 通常電路板上面的焊錫都是高溫焊錫 而且錫的量也不是很多 接下來拿出吸錫器 這款吸錫器很特別 它的錫嘴是耐熱的錫腳管 更能有效的包覆融化的焊錫 利用烙鐵把焊錫融化之後 再利用吸錫槍把錫吸掉 這個就是被吸起來的焊錫 繼續把剩下的錫錫掉 吸掉之後你會發現 零件已經掉下來了 三個插孔的錫也被錫乾淨了 我們找出一樣型號的功率電晶體 把它換上 裝上去之前注意方向喔 再利用烙鐵把新的零件焊回去 把零件多出來的階角剪掉 再來把散熱片鎖回去吧 把電路板固定回去 鎖螺絲的時候發現螺絲一直掉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拿出一顆磁鐵 吸附在旗子頭上面 這樣螺絲就可以輕易的被吸住囉 你也可以用磁鐵摩擦螺絲旗子頭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喔 再把連接線都插回去 記得不要插錯喔 最後把外殼鎖鎖回去 開機 我們來試看看吧 太好了 有聽到超音波的高頻聲了 我們來切割塑膠板看看吧 這次還沒有啟動超音波的時候 我們來啟動它吧 切割時會產生高頻的震動 所以你會聽到聲音 透過高速的摩擦 開啟超音波的時候 就可以輕易的切割了 你也可以細微的修整 太好了 看起來工作正常 剛好這裡有一本便條紙 我們來切看看吧 開啟超音波的時候 輕輕一畫 紙就被劃開了 試試看切割整疊的紙張會怎麼樣 很輕鬆的就切掉了 啊 切到桌子了 哇 前面好平整啊 好啦 超音波到又恢復正常的工作了 修理電路是不是很簡單啊 先拆開外殼 量測並找出壞掉的零件 再把零件更換掉 你也可以試看看喔 感謝收看 喜歡請點讚跟關注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